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迅猛龍 欸 歡迎回來minecraft原味生存啦 那今天的話呢 是第11集 沒錯 那我們在上集的時候啊 不就是蓋了這個全自動的甘蔗機嗎 那迅猛一樣是私底下掛機了一下喔 可以看到這效率還是非常不錯的啊 超多甘蔗喔 那我們今天呢 是要來蓋這個全自動的炸死機喔 畢竟手動挖石頭 真的很累 好 那今天的材料表有點不太一樣喔 羨猛龍把它分為了三大箱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箱吧 好 那接下來來看第二箱 接下來是第三箱 我們馬上就先來做第一箱吧 好 那別看第一箱 剛才材料寫那麼少 相信字上面大家應該也看到了 還有一堆的岩漿桶啊 好 那我們首先呢 需要先來放我們的黑曜石 黑曜石的放法就是 1 2 3 然後往上搭4格 1 2 3 4 那這地板上啊 有沒有 羨猛龍給它每一邊都給它挖好了 四千算好距離了 那我們就 來個魔法吧 OK 那我們四邊都是底下3 然後這邊開始往上1 2 3 4這樣子 那這四根柱子立好之後啊 我們在正中心點 也就是這根火把的上面 放上一個黑曜石 好 那這樣子我們主要的炸石機的第一小部分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拿出我們的樹葉 隨便一種樹葉都可以 像是這個樣子 給它擺上去 那這一邊擺完之後 它的對面也要擺喔 呃 如果你沒有樹葉的話 也可以用樓梯做代替啦 對 不過樓梯的話 你要另外拿玻璃把它蓋住喔 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需要 拿這個 玻璃 把它給造起來 呃 我看一下 造長大概像是 這個樣子 就是 那幾個沒有包到的角都包成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稍微施展一下魔法好了 嘿 OK 那我們這邊這樣就完成了 呃 放這個玻璃主要是為了防止那個岩漿流出去啦 對 這一條 這一條縫裡面等一下是要塞岩漿的 不過 我們現在塞水好了 好 那炫萌這邊是把所有岩漿和水全部都拿出來了 那我們就對著樹葉放進去就可以了 記得喔 每一個樹葉都要放到喔 不然等一下樹葉會燒起來喔 OK 最後一桶 好 那我們這邊放完之後 就可以把這桶稍微收一收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放我們的岩漿 欸 岩漿要特別注意喔 每一個都必須要放到岩漿喔 不然的話這個 好 那我們這邊就每一個都給他放上岩漿吧 OK 最後一桿 好 這樣就全部可以放上岩漿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先出去 好 OK 各位觀眾 那我們的炸石機的主體就這邊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做一下這個炸石機的收集裝置吧 那首先的話我們要先隨便找個地方給他挖進去喔 好 挖進來之後啊 我們要在這個位置倒上一桶水 那這樣水就這樣流出來嘛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漏斗 跟我們的箱子給拿出來放上啦 呃 這個需要一點技術 我好想進一段伺服器啊 OK 我們稍微花了一點點時間喔 我們把這兩個漏斗給接上來了 好 那這樣子我們第一部分 就完成了喔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來蓋我們的第二部分啦 好 那我們一樣是把這整個箱子給拿下來 好 OK 我們上來之後呢 我們隨便任意一個方向喔 拿出我們剛才準備好的泥土 向上搭五格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後在第六格的地方放上寫螢框 好 那我們要鋪一個大概是 三乘以六的框框 好 那三乘以六的框框 鋪完之後啊 誒 注意喔 我們這個框框是從 這個地方是D&T複製機的部分 這個D&T複製機是不需要用到紅石的 接下來我們在這邊放一個泥土 然後在這邊給它放上這個階梯 然後在階梯裡面倒上水 我們就可以把泥土給挖掉啦 接下來在這邊也倒上水 這樣子的話這個水就會被階梯給燃結 它就不會流到下面去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D&T複製機主體給做一做吧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需要放一個火塞 然後這邊先隨便找個方塊代替一下 再放一個火塞 像是這個樣子,中間要隔三格空格喔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在這邊放上一個偵測器 然後在偵測器的旁邊放上TNT 再接下來,這是第一步 然後再來音階盒 然後對著音階盒蹲下 並且放上我們的偵測器 然後,因為這是 因為第一個偵測器是要點燃TNT的嘛 所以我們要給它輸送一個紅石訊號來激活它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地方放上音階盒 這樣就完成了 對沒錯,就是這麼簡單 兩個火塞 然後偵測器,TNT 然後音階盒 然後偵測器,偵測音階盒 這邊拉兩個紅石 放個音階盒 就完成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來做我們的第三步驟 就是我們的炸實機嘛 上面是TNT複製機 但是我們總不可能一直手動去開關嘛 那我們這邊就需要做一個計時的裝置 來去偵測這個TNT 然後讓它可以自動的這樣子一直定時一直炸一直炸一直炸 好,那我們一樣是先上去 那我們上來之後啊 在這邊 這一個偵測器旁邊不是有一個火塞嗎 我們要在火塞旁邊拉出去兩格喔 一 二 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過來這裡 對著這個底下 放上我們的偵測器 偵測器的臉要朝外面喔 然後接下來拿出我們的 石音放上來 接下來接下來這一步很重要喔 這一步有可能會炸糖 對 如果各位 如果各位保險起見的話 可以先把偵測器先拆掉 因為這個TNT它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亂噴 呃,各位稍等一下 我先去拿銅水好了 好,OK,各位我們回來了 那我們這邊接下來就要放下這個 紅石火堡 我們放下去這個 TNT複製器就會啟動喔 來 3 2 1 呃,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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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有沒有炸糖 它炸糖了 呃... 我好想進一天伺服器啊 OK,各位觀眾 呃,我們花點時間喔 我們把這邊復原了一下 然後 這邊的話 加兩塊玻璃 應該它就不會再炸糖了 那我們這邊再試一次喔 這一次旋盟是沒有帶水桶的喔 炸了就全炸了喔 來 3 2 1 啪 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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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它成功了,它在底下炸了 OK,那就沒事了各位 好,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做後面的這個 這個定時系統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要鋪出一個 2乘3的空間喔 這邊 1、2 像這樣子 1、2 1、2、3 這樣子 2乘3 然後在這邊 拉出來 兩格 好 然後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拿出我們的 紅石比較 紅石中繼器 然後 我們先在這邊 這一格放上一個 任意方塊 接下來 對準這一格方塊喔 放上兩個 紅石比較細 中繼器啦 然後 它們的兩個 都要拉到滿喔 接下來 對著它 放上來 然後 這個 拉2就可以了 然後 這邊 也要放一個 這個不用拉 這個只是做一個開關的動作而已 那我們這邊先把控制感先放在這裡 我們等一下會教各位如何把控制感牽到底下去喔 好 我們先把它 先這樣就好了 我們接下來只要把這個 紅石冷放上來 這整個機器就可以開始運作啦 3 2 1 放 欸有沒有 這邊它就會這樣子一直回軒回軒回軒 那TNT它就會有一個定時複製往下丟下去炸掉的概念 好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關掉了 好的各位觀眾 欸我們現在先下來喔 然後我們拿出我們的音架 我們稍微 因為薛摩龍預計會把開關停在 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慢慢往上搭吧 在這一格的上面啊 放上一個 紅石火把 然後再放一個 再放一個這個 石英磚 好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搭到最上面好了 好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一樣的步驟 然後 再 放 再往上 再放 再放 然後 這邊放一個 這邊底下拿個任意方塊 這邊再放一個 然後 這邊再放 再 再 再放 然後上來這邊再放 然後就可以把紅石線路給欠上來啦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拉桿先打掉 然後 放上這個紅石粉 這樣我們線路就完成了 我們就先下來 好炸好炸好炸 然後 這邊 等一下就可以這樣啟動 才可以把它關掉了 好 喔 各位 那個 我們修 我們這邊修好了 那個 剛才 旋馬龍算出了格數了 最上面的那邊那個 紅石 最上面的那個 紅石火把 它要在 紅石粉的旁邊才對 所以其實也就是 把紅石線路這樣子 往下拉 然後 放一個紅石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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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拉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只要從這邊 拉開關 這樣子 訊號往上傳 把那邊的紅石線路斷掉 這邊的 這邊的循環計時器 就會一直開始計時 然後 TNT呢 它就會開始炸啦 OK 我們先把它關掉 然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薛魔龍靠近這個地方的時候 會不會 會有受到傷害的概念喔 那 這邊薛魔龍是側過 它的 延伸出來的話 五格 五格之內 如果有生物的話 這生物都會被炸到 但是如果只是建築物的話 那沒事 那薛魔龍這邊的話 是已經把 用這個草徑給它 挖開來了啦 就是薛魔龍 站在這個位置 就不會被炸到囉 那給各位看一下 照我們剛才講話的功夫 哇 才 才幾分鐘啊 一兩分鐘而已吧 就這麼多的亂石了 好的 那這就是今天的內容啦 OK 各位觀眾 我們這個 全自動的炸石機 就這麼簡簡單單的做好啦 雖然中途啊 有一些 小麻煩小問題 不過 問題不大 好 那影片到這邊的話 就要準備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話 麻煩幫我點擊下方的訂閱按鈕 那如果覺得我影片做的還不錯的 也可以幫我點個讚 然後可以幫我按個分享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的每一部通知囉 好 那我們 掰掰啦